鴻海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到访蓝头县议会 由议长何顺丰及县长徐书华 及多位的议员共同接待 表达诚挚欢迎 期许透过此次的参访交流 为本县提供更好的建议 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我刚刚回到我太太 母校光荣国小 跟我四年前来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两样 我等一下跟县长这些建议 跟议长这些建议 其实有这么好的人文设施 有这么好的环境气候 已经有现成设施 为什么不能发展 一些跟高科技有关的软体设计 县长徐书华表示 郭董事长是南投的女婿 这次回到南投 他也邀请国民党各级的名义代表 一起来给予郭董事长祝福 因为大家都知道 郭董事长是我们南投的女婿 这次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拜会 不管是我们立委或者是议会 包括县政府这边 因为我们南投县 我们大家都很和气 所以我们大家就说 我们就一起过来 那也给他一个祝福 总是就是这次在整个的 党中央已经定调 是由党主席来提名 会来做征招 当然除了民调之外 也会参考其他的综合的条件 来做个评估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 能够出现代表国民党 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团结 议长和顺丰感谢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先前为南投县建立中心棒球场 让学制有更好的训练环境 也期许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与议会来合作 共同为南投县的建设发展 建一份力量 郭董他这次是说要来南投拜访吧 拜访因为那郭董 上次我们向我们中心棒球场 他是从他的基金会 他观现出来嘛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南投 有一个中心棒球场 有那么好的环境 让他们练习 还有试色什么 所以他来当然我们欢迎 我们国民党提出来 总统有办法做到说 他起来当 对我们有办了四个字吧 安基罗医 那就要我一定成立支持吧 议长和顺丰诚承执地欢迎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回到南投与地方交流 相信借由这次的交流 能够为南投县提出更多的建议 并且未来有机会 也可以与议会共同合作 共同发展建设及经济 找福宪明 记者邱平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